你看兩個小伙子的薪水和外送的力量 那當然外送好嘛 他不用佔空間 有理你看 神秘花園 他的外送的服務跟他店家裡面 都是打平 都是一半一半 就我們四道服務的製品餐 外送現在也做得很好 外匯啊 他原來只在做店裡面學生生意嘛 他現在就增加他的那個教會 昆芒姐教會裡面每一天工作 一天這邊做一萬五那邊做一萬五 一天做三萬一個小店做一百萬一個月 生煮熟蒜的對半用後扣掉所有成本對不對 搞不好對半戰 毛利啊我長毛利 再發給他兒子啊媳婦啊他的一些對不對 他這理由你相當不錯 所以你看這我都有經驗了 哇他馬上就學了 又搞一個外送了 吃飯 吃飯博士教出來的 對啊 我是他顧問嘛對不對 神秘花園園那個這個成立顧問嘛 對不對 隔了三年不得了 他弟弟車子買又換了新車子 房子又蓋了又買了好幾套房子 挖車 看我老是跟不一樣的對不對 猜一瞭解一下 到底我的弟弟是怎麼搞的 對不對 後來再知道他跑去念的 歐大漢 他學了商業模式出來了 他開始做品牌啦 品牌授權 這個思路很重要 好不好 所以各位一定要改變啊 款待應對服務 額外服務有沒有特別服務 除了吃飯我還可以說 就跟小區合作 早上就跟那個物業管理合作 每天電腦我送過去他幫我配手 你有很多方法 一百個方法 一百個方法 都可以達到 好 緊急狀態 又剛才 看到對不對 突然 哎 太太不見了 有沒有緊急處理的方法 司機先生有沒有緊急處理的方法 這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要訓練啊 都要訓練啊 我是下禮拜到嘉義普風集團做事